回乡开荒种地 一心只为帮扶乡亲 村民眼中的傻老柴 一位在外打拼事业的九江市民 出资数十万元 为家乡捐赠的新纵影 江西持续出现回南天 家居厨师有诀窍 关注百姓生活新闻与您同行 晚上好观众朋友 这里是江西卫视新闻夜行 欢迎收看我是秦静 我们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3月18号 省长陆新社主持召开 第39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会议原则通过了 江西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通过了江西省服务业发展提速 三年行动计划 2015至2017年 江西省粮食生产发展规划 2015至2020年 原则通过了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草案 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柴五海 柴五海在县城办厂小有所成 但是他回到农村开垢荒地 他种了几十亩的蔬菜 却只为了免费送人 在伊阳县周康镇汪家农村 大家都叫他傻老柴 他就是被大家称为傻老柴的柴五海 今年66岁的他 2013年回村里承包了200多亩荒地 种上了水稻和蔬菜 其中40多亩的蔬菜 他都用来送给有需要的人 柴五海是一位残疾人 虽然走路略薄 但他干起农活来却丝毫不逊色 已经年过花甲的他 原本可以在县城里过舒适的生活 但他却回到村里忙碌在田间地头 我们村里想他带饮和啥吃点 他做个菜就随便去拿吃个 就吃点个 炖那个大蒜啊那个油啊 他都每家每户都生过的 他自己挖的 这样生的 不是一点点的 十几秒天的 都是那个街上的那运车子来拉的 都是那个小车子 大车小车 对此柴五海却自得其乐 在村子里村民有饮水问题 他自己免费为饮水困难的住户 送去水塔 村里田地没有田耿路 他便义务去修 就连附近村民的种植亏损了 他也出钱去帮扶 我们在这里搞这个 他说你们把这个 怎么做的 我就不要了 我不开 搞亏了 我去用了万块钱 我去用了万块钱 跟你们可以亏开 而且有个星期 就这么年就来搞了 这土地心情虚伤 要带给大家来 我一个人付不定送出 要带给大家支付 现在老柴不仅注册了农业公司 还和村里的村民们成立了合作社 今年他计划将田地扩大到五百亩 通过特色绿色种植带着村民富起来 这两天不少九江市民发现 九江市区的甘堂湖边 添置了不少崭新的休闲座椅 记者了解到 这些座椅都是一位在外工作的 九江籍爱心人士出钱添置的 记者在甘堂湖边看到 盐湖安装了崭新的户外休闲椅 这些椅子的整体框架是铁制的 座位和靠背是木制的 相比以前的十等 这些休闲椅多了几分舒适 一些常在湖边散步的老人告诉记者 这些新天制的座椅 确实给大家提供了许多方便 对我们老人是有好大的方程 走走歇歇是不 搬一搬 搬 搬 所以可以有的多了 记者得知 这些座椅是3月15号开始安装的 全是私人捐赠 捐赠者是一位姓张的先生 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张先生 这是应该做的取手之劳 那生活条件好了 自己出一部分力 也是理所应当的 张先生告诉记者 他是土生土长的九江人 小时候就经常在甘堂湖边玩耍 甘堂湖给他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如今在北京打拼事业的他 很少回九江 去年5月份回来的时候 他便萌生了这样的念头 我觉得九江有得天足够的环境 可是好像有一些应验条件 相对来说更完善一些 就觉得会更美好 今年 他的想法经过相关部门同意之后 便开始实施 目前他已经花费了几十万元 购买了400多张休闲椅 并请工人安装 记者发现 每张椅子上都印制了工艺广告 前两天九江市交警在九江学院北大门一带巡逻的时候 发现一辆黑色的越野车 有些不太对劲 于是准备上前检查 越野车司机发现警车之后极力的想要摆脱 由于对道路不熟 在行驶了一段路之后 越野车进了南山公园 在连续强行撞开了两个栏杆之后 越野车走进一条死胡同 被迫停了下来 在控制住了司机之后 民警立刻对越野车进行了检查 首先他自己的车牌放在货部箱里了 悬挂的是在三四天之前做的一个架牌 然后的话 后来我们怀疑他 看看他的脸色怀疑他可能是有点问题 交警带司机去派出所做了个尿检 结果显示呈阳性属于吸毒后驾车 交警介绍 人在吸毒后精神亢奋 出现梦想幻觉等 会导致脱离现实场景 判断力低下 甚至完全丧失 吸毒后开车 害人害己 近期由于天气回暖 江西大部分地区开启了俗称回南天的潮湿模式 衣服沙布干 墙壁地面湿漉漉 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那么在回南天里怎样才能有效防潮除湿呢 很多人误以为开窗通风可以防潮 其实潮气来袭时要紧闭窗户 特别是潮南和东南的窗户 不给湿气潜入的机会 防潮最重要的时段是早晚 若不及时关闭门窗 水气将渗透到家里的每个角落 空调不光用来降温 它的除湿功能还可以抽取空气中的水分 当家里潮气较重时 开启除湿功能一到两个小时即可 衣橱里的衣物经常发霉 这时旧报纸可以派上用场 在衣橱底部或厨门内侧贴上报纸 不仅可以除湿防霉 报纸上的油墨味道还能驱虫 干燥剂合理放置也可以防潮 吸湿盒因为有香味 适合放在客厅的沙发和墙角 卧室的床下 厨房的橱柜下面 而以吸水树枝和木炭为原料的除湿包 则适合放置在衣柜鞋柜的密闭空间 使用一段时间后将吸湿盒里的物质取出 添加新的干燥剂 还可以循环使用 回南天地板不容易干 在40度的温水里加入一勺食盐 用这样的盐水拖地 可以让地板持久保持干燥 内衣内裤就晒破干 将它们放进塑拉袋 用电吹风往塑拉袋里吹热风 很快就可以红干 此外将洋葱切头去尾 摆放在卧室客厅 可以吸附细菌病毒 防止老人孩子生病 更多新资讯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夜行速递 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了 我省2015年高职单独招生院校名单 江西科技学院 南昌理工学院 江西服装学院等53所省内高职院校 获得单独招生资格 比去年增加一所 考试将采取文化考试 加综合技能测试相结合的方式 全省统一考试时间为3月28号 院校4月7号确定你录取考试名单 需要注意的是除本次公布的院校外 其他任何机构都不具有 2015年江西省高职单招资格 记者今天从南昌铁路局了解到 明天起南昌至向唐溪间 8551 8552次 营里至景德镇间 8553 8554次 景德镇至英潭间 7211 7212次 南昌至吉安间 7213 7214次 吉安至定南间 7215 7216次 共5队省内短途列车停运 同时新增龙岩之厦门间 动6477 6478次 假日动车移队 并调整高铁动卧 动908次 动936次列车运行时间 改为每逢周五周六周日周一开行 中国陶瓷艺术品数据库去年在景德镇上线以来 目前已有近万件陶瓷艺术品 拥有了唯一的身份信息 收财爱好者到数据库中比对信息 就能鉴别艺术词的真伪 人类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小义近日表示 今年全面推行大病医保制度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是在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 对大病患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 给予进一步保障的一项制度性安排 截至2014年年底 大病医保已在27个省开展了392个统筹项目 覆盖人口7亿人 月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发布关于进一步生化优质护理 改善护理服务的通知 要求持续改善护理服务态度 杜绝态度不热情 解释没耐心 服务不到位等现象 通知要求到2015年底 全国三级医院的各个病房 都要开展优质护理服务 二级医院中开展优质护理服务 占60%病房的第四级医院的比例 不低于80% 县级医院不低于40% 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 18号公布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 第五批11个试点城市 包括海口 呼和浩特 兰州 银川 长州 舟山 惠州 威海 龙岩 桂林 徐州 至此 大陆赴台个人游试点城市 已达47个 第五批试点城市的赴台个人游业务 将于4月15号正式启动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插花艺术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日本又被称为花道 最近一项大型花道展在日本东京开幕 出自知名插花大师和艺术家之手的作品 向人们展示这种传统艺术之脉 当地时间3月17号 花道展在东京颇具历史的地标建筑 穆黑亚许愿中开幕 本次展出的花道作品 来自日本54位知名的插花大师和艺术家 不同的流派风格 从不同角度展示日本花道艺术的美丽与精妙 吉村是此次参展的插花大师之一 他对花道的热爱源于家族传统 吉村曾是一名建筑师 因此在插花时 他也把一些建筑设计理念融入其中 为传统的插花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日本花道的历史悠久 虽然流派众多 但以简洁的选材表达宽宏意境和深邃内涵为主流 美国东部时间3月17号至18号 一场强烈的太阳风暴光临地球 导致新西兰 芬兰 美国 英国等国家的高维度地区 都出现了壮观的极光景象 这里是新西兰南岛第一大城市克莱斯特撤奇 当地时间3月18号 摄影爱好者记录下了极光现象 天空中繁星密布流云飞逝 粉红色的极光忽明忽暗变幻莫测 令人不由的赞叹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欣赏到极光现象的还有芬兰的卢奥斯托 当地时间3月17号 夜空泛起绿色的涟漪 条带状的极光像绸缎般起伏白洞 仿佛精灵在跳舞 同一天 美国英国的一些高维度地区 也出现了极光现象 一场强烈的太阳风暴 与美国东部时间3月17号至18号光临地球 此次太阳风暴源自日前发生的两次日敏物质抛射 电脑模拟表明 这两次太阳喷发 后来合而为一 形成了比预期大得多的太阳风暴 好来看明天的天气 感谢观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行 明天见